这个异事界确实没有什么危险可言,不可交头接耳,光看这条家规就知道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过错。 自然,因为触犯这条家规而进入的异事界,也不会难到哪里去。 只不过,三人并没有着急通关,而是选择在异事界里找了个客栈好好睡了一觉,毕竟他们已经挺长时间没有睡觉了。 定客栈的钱是魏无羡掏的,当初来云深不知处求学前,江峰眠就给了他不少银两,免得他缺钱花。 那时魏无羡还受宠若惊,可现在他是真的感受到了有钱的重要性。 魏无羡,吃饱喝足也休息好了,我们也差不多可以出去了。 其实我觉得,之后有需要的话就到这个异事界里来休息一下也没什么不好的。 反正也不危险。 灭怀桑,哦,你能保证我们出去以后这条家规还在吗? 魏无羡,嗯,这个,我还真没太注意。 忘记凶,话说回来了,我们经历过的那些异事界对应的家规都消失了吗? 最近几天,魏无羡还真没注意这事。 他只知道他之前触犯的那条云深不知处不可饮久的家规还在,并没有因为他去那个异事界走了一遭就消失不见。 蓝忘记沉思片刻,将家规中消失的那几条一一爆出。 魏无羡和聂怀桑惊讶地发现,他们犯过的家规有些并没有消失,而他们没有犯过的家规。 像云深不知处,不可极度偏激,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。 看来犯家规的人也不少,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。 想到这里,魏无羡突然觉得自己也没那么特立独行了。 聂怀桑补充道,可问题是,我们不仅不知道哪些人犯了家规,还不清楚具体是谁犯了哪条家规。 魏无羡疑惑,这很重要吗? 蓝忘记,根据每个人所犯家规,可以推测其品性。 就好比极度偏激者,心胸多半狭隘,需要小心防备,甚至远离,打架斗殴者。 性情恐怕暴躁易怒,要注意避其锋芒。 魏无羡好奇,那我是什么品性? 灭怀桑,放荡不羁。 蓝忘记,不守规矩。 魏无羡,等三人从异世界出来时,蓝启仁和蓝西辰也早已回到现世。 剑蓝忘记,又和魏无羡一起出现,蓝启仁无奈地扶了扶额头。 看来,他家二侄子又跟魏无羡一起进异世界了。 爱,这次一世界之旅,也让蓝启仁明白了很多东西,但看着性格跳脱的魏无羡,一直秉持着无规矩不成方圆的蓝老先生,确实有些头疼。 可在眼下,家规发生一变,小心翼翼地保证每一条都不犯不太现实。 也许像魏无羡这样勇于挑战,反而是件好事呢。 蓝启仁,上课吧,今日我们讲个世家的家族谱戏。 魏无羡,今天不交家规了吗? 蓝启仁,自行领悟背诵即可。 不然交再多遍,又有什么用? 静时内,蓝西辰放下手中书卷,看着自家弟弟温柔笑道, 旺姬,你是交到新朋友了吗? 蓝旺姬收拾东西的手一顿,诚实回道,嗯,是怀桑与魏公子吧? 是,如此也好。 之前聂怀桑已经来云深不知处求学过两年了,可两人不仅没有成为好朋友, 聂怀桑还一看到蓝旺姬就怕。 如今,他们能成为朋友,想来魏无羡在其中是起了很大作用的。 云梦江市的大弟子啊,倒也是个神奇的少年呢。 仙门百家,终究是相约上了云深不知处的门。 金光善,蓝先生,听闻姑苏蓝世家规发声一变, 我等想将孩子们接回家,还请您谅解。 蓝旗仁看着眼前乌泱泱一群人,心里也是无奈得很。 诸位的心情老夫也能理解,只是他们求学尚未结束,怕是不能提前离开。 其实,如果能把少年们送回自己家,蓝旗仁乐意之志。 可求学,这才刚刚开始没多久,他们有没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, 按照蓝世家规,怎么可能让他们提前回去呢? 姚宗主,蓝家不同意放人,莫非是想将各世家的后辈留在云深不知处为之吗? 下一秒,姚宗主身后出现一个黑洞,静止将人拉了进去。 云深不知处,不可恶意揣测他人。 眼睁睁看着一个大活人,就这样从眼前消失,仙门百家都吓得不轻。 都说耳听为虚,眼见为实,看孩子们写的信件和亲眼目睹蓝世家规吃人, 那震撼效果自然不是一个级别的。 某位小世家的宗主瞠目结舌,这这这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, 没一会儿他也被拉进了异世界。 一时间,现场气氛落真可闻,不是没有人想质问一下蓝旗仁这是怎么回事, 可刚刚就已经有两个人被吃掉了,他们哪里敢乱说话。 来云深不知处求学,都是少年时期的事了, 如今他们只记得蓝世家规多得可怕,蓝世要善,难吃得令人怀疑人生, 可蓝世家规具体有哪些,没人能说得出来。 江峰眠一脸担忧,蓝先生,真的不能将孩子们提前带回家吗? 如你们所见,应当是不能的。 不少人脸上都露出一副茫然和焦急的神情, 他们的孩子还被困在这个鬼地方啊。 求学可是为期一年的,谁知道会不会碰到什么生命危险。 诸位是打算就此离去,还是想留在云深不知处小柱? 前者的话应该不会碰到什么危险, 只要在出云深不知处前这段路, 他们不触犯蓝世家规,就能安全离开。 而后者吗?留在云深不知处越久, 意味可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。 如果可以,现场恐怕没人愿意留下, 可关键是,他们的亲人还在这里, 聂明爵上前一步, 问道,蓝先生, 聂某想叨扰些许时日, 不知怀桑在哪里? 来这之前, 聂明爵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, 若是没法将聂怀桑带回不敬时, 他就先在这留几天, 清和聂氏暂时交于族中长老代为达理。 聂宗主稍等, 老夫让人引你过去罢。 仙门百家浩浩荡荡来云深不知处的动静可不小, 只是碍于家规, 少年们都不敢明目张胆地凑过来看热闹罢了。 魏无羡, 江城, 江叔叔应该也来了吧, 他会把我们带回去吗? 江城不冷不淡地回道, 如果能带肯定会带的, 就是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离开云深不知处。 一旁的聂怀桑也不禁在心里想着, 他大哥说不定也来云深不知处了。 不对, 他大哥肯定过来了, 他修为那么差, 一定让大哥担心了吧。 没过多久, 蓝家弟子就将聂明爵与江峰眠带了过来。 猛然看到自家大哥, 聂怀桑心里既敬畏又依赖。 一方面, 他总是害怕自家大哥会因为他不学无数打断他的腿。 另一方面, 又觉得只要有大哥在, 万事都不需要他操心。 大哥, 你是来看我的吗? 嗯, 来看看你, 顺便在此小住几日。 在这里小住几日, 云深不知处那家规那么多, 一不留神就可能犯了其中某一条, 甚至很多条, 住在这里多危险啊。 就算自家大哥实力强横, 可身为清和涅氏宗主的他, 也不该去冒这个风险啊。 聂明爵难得的温生回道, 嗯, 这几日与你同住, 我会看着你, 也看看云深不知处内究竟是何情况。 大哥这样做是为了自己。 聂怀桑心中感动, 久久无言。 聂怀桑心中感动,